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进入一个角色 就是进入一台戏 我们都是被列到末后的时机 都是列到戏台上 演一出戏 而这出戏有世人有天使 整个宇宙都在看 是的 我们都成了一台戏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 他这样说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地列在末后 好像定了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不配像保罗一样 来提到他成为一台戏 使徒们成为一台戏 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台戏 是定了死罪的囚犯 也是就是说他在那个时代被人拒绝 被人折打被人要定上十架 被人所拒绝的一台戏 这一台戏 他的一个背景 所说的一台戏的背景就如初期 教会初期 竹签十年以后 在那个背景中有这样的一个戏台 这个戏台就像斗牛 斗兽场一样的 是供人观看的 而观看的人 或许就是那一群见到血腥 兴奋的人 今天我们也被灭到末后的时期 被天使观看 被世人观看 我们都在一台戏里 最近在我们中间 大家都认识施伟 从我们教会出去的 施伟是一个少有的女子中 少有的才女 这是我在我的生命中 很少见这样的才女 她前不久完成了一部小说 叫做《故国公卷》 这一本小说 她在做什么呢 她完成了这一部小说 出版以后 她要做什么 我一直在想 施伟你要做什么 因为江陵在国内 就参加了她在国内的团契 她在招揽什么 招揽一个电影公司 可以把这一部书拍出来 她写了小说 她想要展示给世界看 她想要展示 她就需要舞台 她需要有电影公司 来帮她拍出来 才能展示她里边 她想说的 如果不被招揽出来 有可能这本书 只有人拿到的时候 才能读到 还有你要有时间 思维在寻找电影公司 来帮她拍这张戏 引发我的思考 我们知道 神在创立世界以先 他早有写了一卷书 这一卷书就是他的计划 他向着这个世界的 有一个计划 他在还没有时空的时候 世界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他已经写了一卷书 这一卷书 有你我在中间 这一卷书 由整个宇宙的走向 整个宇宙最后的起始 一直到进展 一直到如何的结束 这一卷书 他只有在时间里 时空里 他才能够呈现出来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 我们讲的乃是 就是保罗他说 他们所讲的乃是 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 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在万事以前 在有世界之前 在世界的起始之前 神已经知道我们了 神就预定了我们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 与他一同在荣耀里 神的心是要我们 与他一同在荣耀里 这是在没有世界之前 他已经预定了这一件事 以福所说一章四节说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 在基督拣选了我们 在没有你我的时候 在没有亚当夏娃的时候 神就拣选了我们 神从远处看见了我们 所以就预定我们 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计划 他是在万事以先 在有时空有万物 这个世界之前 就写了 他写的这一件书 计划书 他是一本完整的 他是有脉络的 他是整全的 他不是一个碎片化的 他不是一张一张 这一张跟那一张不相关的 他是有一个整全的 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计划 他没有 好像断了 他一直持续的 尽管有在耶稣来 有四百年神世 沉默的 沉默期 但是却也在这件书里面 是一个整全的 有脉络的 针对这个世界的 宏伟的计划 所以针对这个世界 宏伟的计划 就指的是万有 万有 也就是有你我 有你我的环境 有你我的事业 有你我的家庭 有你我的相关 所有一切 还有有你我的时间 我们最珍惜时间 我们都没有时间 但是 神万有 你的时间也被 神写在这个书间里 宏伟计划 他只能在圣经里面 完美地展现出来 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才能被我们知道 他在历史的长河中 展现了他的计划 以故事的方式 以真实的方式 展现了出来 这以我们所处的世界 我们的生活 所处的世界 是契合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相信 就在计划书里 神有喜 有计划 有计划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不是偶然 没有一个人说 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是偶然的 我在 我在山后山 我见到一男 我见到他 我就师父里面 有一个神 你把他带到我面前 爸爸 我要为他做点什么 你把他带到我面前 爸爸 我可以帮助他什么 我就想抱抱他 走 我不只认识他 我不知道他 我只想抱抱他 我里面有个感动 抱抱他 我就上去抱抱他 故事中展现出 你里面 神给你的计划 我们再来看 宏伟计划 圣经世界观 宏伟计划 神的一个计划 就是对世界的计划 神是怎样看世界的 神是怎样计划他的 这个世界的走向是怎样的 发生什么 美国要发生什么 拜登在台上要发生什么 神都知道 前不久 Mike Jason 议长 在一个电台上 在一个电台上 有人就问他 主持人问他 你认为拜登在 进入白宫 是神的旨意吗 你知道 Mike Jason说什么 他说是的 是神的职业 因着这一句话 很多人抨击他 没有许可 没有神的许可 他怎么可能进入白宫 对吧 我相信他 他见到白宫 一定在神的计划里 写在 那卷书上 今天我们遭遇的各样的环境 各样的艰难 我相信今年 2020年1月1号 一开始就是地震 哎 想想 神怎么许可地震 是不是出于神 可能都写在 那卷书上 世界观 当我们 借着神的计划 有一个圣经的世界观 就是从神的角度 来看这个世界的话 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 整个宇宙 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哥罗西书一章 里面讲到 万有 都是靠他而立的 万有 都是为他而有的 万有 没有一件事 没有 没有一件事 没有一个人 不是为着他的 即使你觉得 那个很讨厌的事 那个老是跟你针对的人 那件事一直追着你跑 那根刺一直不掉的那个 都在 神的掌控之中 整个宇宙 在神的掌控之中 他对自己的 创造的世界 神有一个计划 他不是混乱的 他突然想了 心血来潮 我们建天地 首先我们就 创造天地 天地是空虚混沌 然后神的灵 就随意的运行 他不是的 他是有计划的 他要透过亚伯拉罕 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 祝福地上的万主 这个计划 现今已经来到尾神 一定要知道 我们已经在 尾后的尾后 尾神 整个历史的指向是耶稣 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他将要再来建立他的国度 在他再来之前 他要引导他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处在撒旦 权势之下堕落的世界 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的教会 这样的教会 要按照他话语的权威来 指导生活 完成他对教会的计划 指导基督的再来 这是整个宏伟计划的一个龙缩 神宏伟计划的龙缩 世界观 我们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世界观 我们有认识了神的整权的计划 我们需要做什么 这里 有一位学者叫N.T. Wright 他写了一本书叫 《保罗和信思的神》 这本书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人们 对于下面 真相就是马上要讲的 真相往往是认识不足的 那就是一个能够带着 合一的 具有象征意义的 实际行动的 可以被人感知的世界观 可以被人感知的 知道的 你跟人站在一起 人家知道你的世界观的 他必然都是需要一个故事来支撑的 你的世界观要让人感知 让人看见 你必须要有故事支撑 象征和行动之所有 所以具有某些意义 乃是因为他们处在某个世界观的里面 而只有当这个世界观经由他底下的故事 来明确表达了之后 这个相关的意义才会变得清晰 世界观里面展现的故事 来表达这一个世界观 这一切才有意义 圣经世界观需要有相应的故事 我们今天 我们教会 有不少的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 要不就上课 要不就要学习 要不就演戏 对吧 要不拍什么 拍什么 神的大故事 对吗 大故事 我们又在拍 我们又在学习 我们天天在谈论 我们今天谈论形成了一个世界观 它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有故事 世界观是它故事 这个故事的核心 世界观是故事的核心 活在故事里 如果你觉得你活出了 你真的活出一个蛮有神计划的人生 但是你却不知道 你是用哪一种 你里边的世界观 就是对世界的看法 结果你会怎么样呢 你活出的 要不就是盲目 要不就是规条 要不就是宗教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实质 而你有世界观 但是你没有故事 你天天传讲世界观 你天天告诉来 我们都有计划 神都有计划 我们要进入 但是我们没有故事的话 怎么样 我们就没意义了 因为人看不见你啊 人无法感知你的世界观啊 世界观是概念抽象的 它需要故事 就是说它需要相应的生活 把它表达出来 无论是我们自己 还是人们才能明白 哦 这个世界观的真实意义 有了圣经世界观 没有调整我们相应的生活 我知道之前跟知道之后 依然不动 我还是这样活 我该忧愁的忧愁 一事一来我该 埋怨的埋怨 我该用世界的方法是强 都跟世界 没有太大的不一样 我们知道跟后面 前后一样的 我的生活是一样的 没有被改变的 这样的生活 是很难让人幸福的 也就是说 我们无法为我们的信仰 辩富 因为我们都是一台戏 群众的眼光是明亮的 人都看得见 你即使在暗处 人都看见 天使都在注视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是我们真知道 我们的一个思想 我们的一个行为 我们的一句话 我们的一个展现 人家不知道 天使都在看你 你想你今天该如何生活 是的 我们当我们有了世界观 有了圣经世界观 我们要展现它 一定会有男主的 什么男主 最重要的一个男主 以人为本 来理解圣经 我所有读圣经都是从我的角度 我理解一件事 都是从我的角度 有一天我见到一个弟兄 他为什么 他说他离开了一个教会 我说为什么你离开这么好的教会 他才拥进去呀 他说因为 因为大选的时候 教会喜欢 所要说的 所要建议的 那个人不是他想要的 我说 why 不是你想要的 你就离开教会 因为什么 他那里边被冒犯了 冒犯了什么 因为他需要一个反面 面外一面的一个人 来帮助他的生活 只有他上去 我才能够移民 喂 我们认识神 认识圣经 都是以我为中心的 这是教会最大的 今天 我们真的要思考了 我们今天认识神 是为了我 以人为本的理解圣经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把圣经读出 完全的不一样 碎片化的选择 喜欢的经文 我们不知道原来 整本圣经是完整的 是有脉络的 但是我却喜欢 某一章的经节 某一章的经节 这一章的经节 太美了 圣经在 某一些人的手中 是变成千疮百孔的 一本圣经 因为只选你喜欢的 不喜欢的都挖一个洞 把它扔了 这是教会真实的情形 你想想今天 我们可以回到你边 真实的思考 我们得到救恩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 我们不单这样 不单是碎片化的 选择我喜欢的经文 我把不同的世界观 我以前世界的世界观 学术的世界观 精英的世界观 我把它读到圣经里面 我们不是以神的 整全的计划 来认识这本圣经 以至于 我们不同的世界观 读进圣经的时候 你的解读都不一样 然后在教会 就分门别类 这是展现圣经世界观的 最大的拦阻 当然也还有很多 我一直在神面前思考 最近 我带了三群人 在思考 神的大计划 三群人 每一天 我都要去思考 这个世界观 这个神的故事 神的计划 那故事如何展现 让世人得知 让世人知道 神的计划 所以我在警察的时候 我在神面前 里边有个极深的感受 里边的需要 就是回到里边 照着 不一定是你喜欢 但是照着神的宏伟计划 先省察一下 我的想法 我的生活 我的每一天的生活 是 以我今天可以找到工作 我一个好的工作 好的薪水 然后有大房子 好车子 过一个舒适的生活呢 还是说 我有了这些 是为了拓展神的国 两个 完全不一样的 思想模式 一个是为自己享受 一个是为了他的国 为了接待 为了扩展 所以在这里我们该做什么 我常常 操练自己去 神啊 这件事你怎么想 你是怎么看的 为什么现在美国变成这样 爸爸你怎么看这一个美国 这么败落的国家 爸爸你怎么看的 在你的眼中 你是怎么看美国的 你要在美国做什么事 爸爸你要做什么事 你知道吗 常常是 神要 我们里面就说 哎呀我要 我要做我的 我要让爸爸听我的 所以我要祷告 我要让爸爸 爸爸 你要让我周围都平安 我们不知道 原来神有句话 我们知道最近 黑暗都在曝光 对不对 经常听到新闻 当然左媒常常 不怎么把这些新闻告诉你 那个黑暗到一个地步 是你不敢想 你都不敢去知道的 那黑暗到了一个地步 有一天我在跟一个姊妹 交通她 她还不知道的一点点 她就 号叨大哭 她怎么这个世界 变成这个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在吗 我常常为这样的 美国的光景 在神面前哭泣 但是我回到说 神在掌权 神都知道 我里面得安慰 我就要问 爸爸你要做什么 爸爸我怎样可以做什么 来配合你的计划 第二件事 你要建立一个 你的人生是以神的使命 为你人生的规划 为神的使命 这也是你的人生导向 不是 不是单是停留在有一个美好的家 停留在有一个安稳的家 风雨的家 大房子的家 舒服的家 孩子 又健康又可爱 什么都好 你还要问 神有这个恩典给你 你还要问 爸爸这一切 你给我这一切 为了什么 在这里打个句号 你就麻烦了 你需要问神 爸爸我承受这么大的恩典 你要我做什么 神的使命为导向的人生 永远会问神的 你要问问自己 你的规划 与神有关吗 你有大房子 与神的计划有关吗 你有高薪水 与神的计划有关吗 我们还要如何参与 你要问神 爸爸 我怎么参与进来 我怎么牵引进来 今天我收到两千奉献 我该怎样使用两千奉献 我该怎样使用它 第三件事 你需要委身在一个社群 教会小家里面 你不能一个人 当啊当 当啊当 你说我委身 你就是每一个星期 去一次来到这里 撑着大耳朵听一下 我都 你在神的计划中 展现谁 展现什么 你每一个星期 你每一个星期只是来这里听一下道 我们叫做消费福音 消费福音 我们的生命 不知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在不思考中 不知不觉没有使命中 不知不觉我们成为一群消费福音的人 我就是要恩典 我天天天老到神面前跟神要 我们是要 这是爸爸的允许 他就是要 为什么要我们要来呢 要我们来品尝他的恩典 品尝 品尝了以后 我们才能够知道 原来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 原来神有他的心意 神有托付给你的 所以我们要委身 委身是什么 把他做家 这里教会是你的家 你会怎么样 感谢主今天有人讲到家 但是要具体的家 可能就在你家哟 因为只有你家 有生活环境 只有你的家 有关系 有生活环境 你只在这里没有生活环境 你还比较难展现 你的故事 所以你需要问 我真有 以这个教会为我的家吗 或是以小家为我的家吗 我该如何参与 教会的服事 第四 我们需要在小家 一个真实的家 真实的家庭 操练 遵守教训 我们要在家的处境中 家才能知道你 只有家展现真实的你 你在这里穿得漂漂亮亮的 很光鲜 但是你的家像鸡窝 没人知道 所以我们只有在哪里 去操练我们自己 家 家是基本的生活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都是从家开始 所以操练遵循神的旨意 是应该从家开始 操练遵循神的教训 从家开始 我真的十分感恩 我们东南小家 有一个很可爱的姊妹 才受洗一年多 她就很想打开她的家 娜娜就很想到我家呀 上个星期五 我们这个小家来的 就是人比较多 比较齐 她就担心说 哎呀我这个家太小了 听也小了 没关系 你知道 一那就给她一个提醒 没关系 我们站的都可以 那是什么 那是家家家 对吧 没有时间做饭怎么样 披萨 铁田最爱吃的披萨 披萨三味 照样的 那是家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真实的去操练 家才可能展现你的爱 家才可能展现 你留意到别人的需要 不在家的范围里面 天天在网上会怎么 全部是光面堂房的 你不需要注意你的家 是不是寂寞 你不需要付出做饭 你不需要接待 你不需要付出 只要在网上就好了 留意 留意 教会 它只能展现在真实的生活里 家 东南小家 我们现在已经三年 除非我特殊没有办法要离开 不在城里 我们这三年来 没有停止 我们做一件事 有人就说你们这小家 那个一南 一南星期五来 因为我就跟他讲啊 他来家里 他不是没事吗 每天没事 很boring 来来来 星期四来这里 星期六到那里 对吧 他就说 他很开心吧 星期五 很开心 但是他提到一个问题 他问阿姨 你们没有查经啊 看见没有 我们的想法 那是生活 你要展现你有的世界观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你要遵守展现出来 这是星期五晚上的设计 受教导是另外的时间 所以要展现出来 东南小家 每一个星期的小家聚会 他提供了一个恒心遵守使徒教导的平台 他提供这样的操练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十分感动 昨天 我去前天晚上 我们家 前天晚上 我们家 前天不知道来多少人 我都没有时间去数 那整个家 那整个家活泼到一个地步 米迪成为大姐姐 带着玛丽莎 带着我们还有三个小宝贝 我们的男孩子 叫变雅明 还有谁啊 还有 还有什么 变雅明 哥哥叫什么 变雅 变雅 变雅明 还有谁啊 就是啊 对不起 我听不清楚 哦 就爱啊 你知道在家多活泼吗 我跟丽君讲 丽君说 哇 展现家 家就是要有孩子 才有活泼的气息 你知道 满屋子都是人 昨天我才有机会 去洗手间 清洁洗手间 你知道让我感动 这是三年以来 我们东南小家的见证 只有洗手间 你去看洗手间 你就知道你的家人 会不会爱抚这个家 洗手间 看看亲戚 有孩子 我们有男孩子 两岁三岁 三岁 四岁的孩子 全是孩子 你们 我可以做一个见证 我里边就感动 昨天我在洗的时候 我在消毒 都要消毒 每一个星期我都消毒 每次消毒 哇 我说他们怎么保持的 肯定是有人 在里边 暗暗的清洁 但是却不被人知道 只有天使看见 我们在演一出戏 这个家 是一个服侍家人的机会 服侍的机会 彼此相爱的 什么叫彼此相爱 不是靠嘴说的 你一定要在家中展现出来 那个是切实的 那是真实的 你可以服侍到 长久你没见面的人 你可以服侍到他 你一个笑脸 你一句话 你一个表达 一个hug 你知道带来的就是温暖 它是一个 展示真实生活的家 也是一个向社区开放 展示基督见证的 活泼的群体 东南小家 我相信 当然很多小家 我也参加过 也是的 我只是因为我每个星期 东南小家 所以我知道 昨天让我很深的感动 洗手间看看姐姐 你知道吗 我在清洁的时候 我都流泪了 因为是有人默默的在里面坐 被看见 他从来没告诉我 我们东南小家三年 我们的洗手间 我们房 我们家里的洗手间 我可以展示 我里知道 我总是跟我里说 奇妙 我们这一个 我们这个家的 这一个洗手间 干干净净 每一次都干干净净 我不知道是谁 可能是亚非 也可能是小军 我都不知道 但是爸爸知道 天使知道 你们在做见证 最近我父亲的传记出来 神说 他的一生 经历了许多的苦难 他的一生 就是像一个定死罪的囚犯一样的 但是 他的生命展现出来的 都是每一个苦难 都是宴席 因为他知道 神把他列在这个时代 和这个地方 圣经世界观 经由我父亲的故事 来明确表达出来以后 他传达出来的一个相关的意义 就是越来越清晰的 被那个世代的人 看懂 很多人当时看不懂我爸爸 我爸爸被斗的时候 有铁针在旁边 高帽子 有个大牌子 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 别人吐吐也在他脸上 但是我爸爸在干嘛 我爸爸里边就有诗歌 我的爸爸在里边唱诗 我的家 从我省事以来 我的家从来没有安静过 我的家都是在被抄家 我们当时就感觉 我家像是一个羞耻 像是那个时代的羞耻 但是我的父亲 常常提醒我们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挺起胸来 这是我爸爸 挺起胸来 他向那个世代的人说话 他展现他的圣经世界观 时需一多人看见 以至于那个地方 现在的教会 兴旺 人都跟随我父亲所信的基督 我每次回去 那老人都提到成医生 我的父亲是把圣经世界观 展现出来的 弟兄 他没有在很高大繁华 很宏伟的建筑物 宣教过福音 但是他的一生 接触到他的人 都被影响 以至于 我们今天回去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 建教会的时候 人常常来对我们说 我是你家 我父母是你家 你爸爸妈妈的好朋友 现在人以 我 以 是我父母的好朋友 作为他们的一个 很honor的事 我们都是一台戏 我们在家中展示一台戏 在暗处 有天使看见 有神在看 今天 我们需要如何上这个戏台 你不上也把你拽上去了 或许你在那房间的后面 默默的 天使都看见 神拿一本册子 在记录 他在记录你所行的 即使没有人知道 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 有一个倾向 就是想要我做的事 让所有的人知道 神说 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了 我们巴不得我所做的 全球人都知道 我做得多好 是的 世界已经奖赏你的 但是 你的动机 你身处的 那个真实发出来的原因 神却知道 神却知道 这一台戏 它是 从 创立世界以来 一直在演 一直在演 我们展现在 人面前的 我们也需要回到那边去思考 我们是怎样的生活 我们的故事是与圣经世界观相符合吗 你今天你要出城 你要去一个地方 你说好好我离开教会 我不需要服侍 还是说 今天是我向外拓展的机会 我今天好好的 我要展示基督的形象 神的样式 我真要展示出来 我很诚实在大家面前来交通这一件事情 自从我进到神的宏伟计划以后 你知道我留意的一件事 我留意的一件事就是 爸爸我今天出去我要买东西 平时从来不顾 反正不会遇见人熟人都不会看见你 你该做什么做什么 你选的菜啊 掉了一个啊 照样让它掉啊 因为没人看见啊 没有熟人看见啊 哎 我又问了 今天 你出去的时候 你去supermarket买东西 你有没有预备好 展现基督 给社群 你知道 我跟我里两人常在谈 我们去买东西是要预备的 我是要祷告的 主啊我今天展现你 我展现喜乐 展现平安 那天不认识的人 你就展现啊 展现基督有的啊 在你里边啊 你天天都知道啊 神是喜乐的神啊 不要为哪个小 我在中国 为了几分钱 几毛钱去讲价啊 你知道 他们觉得讲价有个艺术 蛮好玩 我原来也认同 我觉得蛮好玩 有个艺术 所以我就想 别人 别跟那个农民啊 种一种菜 多不容易才得一毛钱 我们就是要抠门 抠他少五分钱 然后我们就觉得 这一个讨价的艺术 我在神面前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操念自己 怎样多给 然后我跟他讲 记得有一位耶稣爱你 记得 有一位叫耶稣的 爱你 哦你是信耶稣的 哦原来耶稣他们听过 你如果跟他讨价还价 你最后那句话 不太好意思说吗 好像不太好意思 人家就说 这个耶稣 信耶稣的人 这么抠门 对吧 所以多给的 多给 神就有给你的 多给 神就有给你 不要吝啬你的喜乐展现 不要吝啬你的爱展现 小孩子真真实 他知道谁爱他 谁不爱他 亲爱的家人 这是我那边的负担 你如何在生活中展示 圣经世界观 我们都学了 我们也演戏了 我们还拍成一串的系列 我们的故事呢 故事 盼望神帮助我们 也把它展现出来 因为我们在这个戏台上 这一台戏 是为要 神为要 我们教会的 这一台戏 是天上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现今得知神 百般的恩惠 荣耀要归给他 神要在中间得荣耀 愿神来恩待我们 若是 你还不知道 大家讲的整全的 圣经整全的故事 而只是知道一点点 只是知道神爱我们 我们信了得永生 Please 回归 好好 去学 有谁在教 你要问教会 现在哪一个小家在教 神的大故事啊 我要来参加 我要进来 圣经是一本整全的 神的计划的大故事 它是一系列有脉络的 不是一卷单独存在的 一卷书不是单独存在 跟这个脉络有关的 跟神的计划有关的 你的展现要展现出 整全的来 圣神 恩待我们 好教在末后的时候 我们这个教会 就如张俊 李洛的一个梦 他这个梦一直在我里面 就是我许多的人 用进教会 对吧 李洛 你知道你录的那个梦 成为我里边的 一个盼望 我里边在想 神啊 什么时候 是我们要讲道呢 有圣经的大能显现呢 圣经骑士呢 哦 还来不及 那个把圣经世界观 展现出来 就是故事的展现 愿神来祝福 我们唱一首诗歌 然后 好